唐英年在沙田區區議員陪同之下 先到沙田中央公園視察城門河的情況 又和市民交談 有居民希望唐英年關注區內長者面對的難題 唐英年在公園又和嬰兒玩 有地產代理要求他正式樓市的問題 之後他又去到沙田街市 了解相反的經營情況 有如當老闆向他反映租金太貴 唐英年大約逗留了一個小時 他離開時回應記者提問 從新特首要有能力才能夠凝聚有能之事 一些有能幹的人士 都要知道這位行政長官這位領導 是有這個能力 有胸襟和包容的力量去凝聚社會和團隊的共識 你不習慣那些人不點名規評我蠢 我是龍年出生的 多謝 擔任過當年公職的唐英年說 視察不是忽然做秀 對於有沒有造成擾民 唐英年就說近幾個月都有落區 會有適當的程度開放給傳媒 尊重他們的採訪自由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胡錦雯報導 再見